大家好,今天是10月23号,我是苏宝君 欢迎收看收听苏宝君和Siri共同主持的日本流行美日苏宝 嗨,Siri 早,苏宝君 今天我们聊一下吃了吧 好,我虽然不能吃东西 但是我有很多这方面的咨询 那太好了 最近对于吃货来说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吗 那当然就是日本GoToEat活动了 现在不用,绝对后悔 哦,GoToEat这个我知道 之前我们做过一期日本GoToCampaign的内容 但是关于GoToEat没有详细的说 这样哦,那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下这个活动 然后我再推荐给一些人去店铺 好呀,GoToEat活动是这个月初开始的 凡是在网上预约参与活动的店铺 并到店铺中消费 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 一积分等同于一日元 获得的积分后 可用抵扣之后就餐消费 午餐到店消费500日元以上 可获得最多500积分 晚餐到店消费1000日元以上 可获得最多1000积分 这个福利其实真的很大 一个晚餐基本就能得到1000积分 相当于送了你两杯啤酒或者三杯饮料 对啊,目前这个活动开始 已经有20多天了 参与的店家也相当多 我再给观众们推荐私家 一定要去试试的热门店铺 诶,西瑞,开始介绍前想问一下 如果你能吃东西的话 你最想吃什么呢? 嗯,这个吗? 其实我有好多想吃的 每次大家通过我查学美食的时候 看到那些美味 真的好羡慕你们 哦,比如都有哪些呢? 如果是自己吃的话 我会去吃拉面 日本的拉面种类太多了 而且看起来都好好吃 是啊,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沉迷拉面 还曾经一度想挑战日本全国各地的拉面 但是后来我放弃了 那不是挺好的吗? 为什么要放弃呢? 是不是因为店太多了? 嗯,店太多其实是一方面了 最主要好吃的店太多 越吃越胖,不敢吃了 哦,也对哦 天天吃面还不运动的话肯定会胖 而且日本的猪骨面啊 鸡汤面啊 好吃但是热量也很高 你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不运动啊 不过突然说到拉面 还是有点想吃 那既然都说到拉面了 你这次介绍的店铺里边有拉面店吗? 当然有啦 介绍日本美食店铺 怎么可能没有拉面? 这家店叫做刁眼乔麦灯花 这个店名用中文念真的很别有哈 我们叫他灯花好了 哦,这家店啊 它的日本名字叫做台秀苏巴豆花 曾经我在新宿住了四年啊 去那里吃过好多次 店前总是在排队 原来你去过啊 是不是很好吃? 很多日本人都会慕名而去的 它是201090百名店之一 位于新宿地区 从树桥站下徒步两分钟就能看到 哦,对了 他们家这个锅底很特别 是用鱼肉和鱼骨熬制而成的 健康和清爽的感觉 对的 店内主打鲦鱼料理 其中的鲦鱼拉面超级有名哦 使用大量日本产的上等鲦鱼熬制成汤 海鱼的风味与鲜味四溢 面条近到爽口 拒绝高热量 但是不拒绝美食的人绝对推荐 他们家呢 虽然是拉面店 但是在店里边呢 有一道叫做鲦鱼茶泡饭 也非常推荐 冬天的时候啊 寄口酱汤 哇 不要太舒服 不行 有时间我得去吃一碗 这家店营业时间为 早上11点至晚上10点 人均消费在1000日元以下 配合GOTUIT的使用 十分优惠划算 嗯 那除了拉面啊 你还有没有推荐的日本居酒屋呢 有的 这家叫做穆家的店一定要去 特别是池袋西口本店 介绍前可以先看看他家的宣传片 一家居酒屋的宣传片 竟然地拍出了日剧的意境 其实很多在东京的华人 每次吃饭聚餐的地点都会首选池袋 不过多数去的都是中华料理店 穆家的烤鸡肉串 在日本吃货里是相当有名的 从池袋站C六厨站 徒步三分钟即可到达 作为一家居酒屋 店内的环境相当不错 很少油烟 从刚才宣传片里看啊 感觉即使一个人去这家店里享受一下 也挺优先舒适的啊 对的 而且各种各样的烤串之外 他们自从开店以来 就一直前新制作的炖煮内脏 更是可以打破食客队内钻料理的认知 另外店内的酒类齐全 确实 在刚才的宣传片也看到了很多没有见过的日本酒 这个得过去试一试 因为很多店吧 他们的日本酒都很普通 那这些没喝过的呢 一定要尝一尝 这家店营业时间为晚上6点至11点 人均消费在3000日元左右 非常适合晚上工作之后前来放松 体验独特的举酒物风情 西瑞啊 我发现你很会找店啊 都是那些很有意境 还有与众不同的 除了小清新也有稍微浓重一点的 还有一个烤肉店必须的要去 名字叫做大阪烧肉 目前在Wachui烤肉店人去第一名 是要去大阪才能吃到吗 那不是很麻烦吗 当然能去大阪肯定是最好了 他家在大阪非常受欢迎的 在东京的话 去周牧黑本馆就可以了 这家分店从周牧黑站徒步4分钟 还有 他们家在美国 中国内地以及香港也都有分店 哦那太好了 那就可以想去就去了 不知道他家有什么特色呢 用一个词形容就是 怀旧 走进店内 便可以听到2000年代的 J-Pod 令人相当怀念 哦这么说的话 又是满满情怀的节奏啊 当然不仅仅只有情怀啦 店内采用了严格挑选的上等汗牛 以及处理干净的新鲜内脏 顾客可以自由选择规格一半或者价格一半 当笔脸大却只需要1500日元的 哎 武汉牛 我找了段素材 大家看一下 保证你们可水流到桌子上 我的天哪 光看肉放在烤炉上那一刻 就仿佛能闻到扑鼻的肉香啊 一个人去单点应该也很爽 而且还不会感到尴尬 这家店营业时间为 工作日晚上5点至12点 以及节假日早上11点半至晚上12点 预算大概5000日元左右 自己去也可以 推荐亲朋好友一起去 不过很多时候啊 人在海外还是特别想吃家乡菜 你有什么中华料理推荐给我们的吗 有一家很特别 你去了肯定会吓一跳 它叫黑猫夜 哦这家呀 没想到你会推荐这家 其实黑猫夜我去过的 是很有特点的中华料理 是不是在赤板那家呀 对的 从赤板建附站出入口 是徒步一分钟就到了 说实话 第一次去这家店的时候 真的很意外 哪里很意外 是味道不好吗 哈哈 你别紧张啊 不是味道的问题 就是他家离车站很近 但是呢 反而不太好找 而且店里的装潢啊 说实话不是特别中国风 但是很有特别的味道 哦这样子啊 其实店内提供各种的菜系 大家都会很熟悉 炒鸭蛇红烧肉 狮子头海南鸡半空心菜 节俭的紫菜蛋汤等等 哎呦希瑞 你这爆菜名不错啊呀 对的 它确实味道不错 不过讲真啊 这家店应该是融合了日本人的口味的 是的 日本人给这家店的评价特别高 经常会把重要的饭具约在这里 店营业时间为早上11点半至下午2点 以及晚上6点至11点 嗯对的 其实呢 我更推荐大家过去吃个午餐 人均1000日元就能吃到饱 那今天我们介绍GoToEat就这些了 也谢谢希瑞推荐啊 明天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吧 不要谢啦 说实话很羡慕你们 我真想知道吃到这些美味 到底是什么感觉 别伤心啊 未来随着科技进步 我相信你一定能尝到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吧 以上就是今天推荐的 网上的那些人气店铺 如果你也想推荐的店铺 请在评论区留言 与大家分享哦 还有 相关资讯都在我们YouTube频道下面哟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尽情浏览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